主料,高筋面粉250克,温牛奶可用温水代替150克,辅料,面团主料,低筋面粉50克,糖30克,腌4分之一小勺,奶粉15克,酵母粉3克,全蛋液30克,黄油20克,配料,碎培根50克,马苏里拉奶酪100克,黑胡椒粉,沙拉酱,用餐人数,一到两人,篇幅所限。 主面团加工及发酵过程请看这里,面团发酵后切成酒等份,滚圆以后盖上保鲜膜醒10分钟,将每个小面团轻轻用手开始内部空气,擀的与面包纸模直径相同大小,放在纸模中撒上黑胡椒粉,盖上保鲜膜,放在阳光充足的窗台上,或温度在25度左右的地方,请约40分钟,此时面团发酵膨胀至1杯以上, 将蛋液刷在芭蕉好的面团上,并撒上麻醋里拉碎,蔬菜豆,挤上色拉酱,烤箱提前5分钟160度热热后,将装面团的炒盘,放在烤箱中存烤15到18分钟左右即可,烹饪技巧。 1. 也可把配料先摆在刷了蛋液的面团上再发酵,临烤先挤上色拉酱,烤完色拉酱会融化,可爱个人喜欢好吃,零食再进一些。 2. 每个烤箱温度都存在差别,烤的时候注意观察及时调整。 3. 吃不完的面包,用保鲜袋密封,吃之前放在烤箱里120度,再混入10分钟即可恢复松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